這是法式燉蛋泡芙 首先有泡芙 泡芙頂上的脆皮 以及裡面有Creambouly的蛋液 我首先做到泡芙頂上的脆皮 因為要冷藏才能吸出螢幕 這裡有牛油 預先已經攤了10分 很差一點 然後有糖 先將它混和 這裡有麵粉 再放進去 不需要特別做到怎樣起 或者燉 只要將這三個材料拌勻就可以了 現在差不多了 這裡有兩張牛子 把它攪下去 這個份量大概做到10個泡芙 Anson 大略我想說 你現在這個做法 有點像我們菠蘿包 這麼便宜的東西 對 因為之前我做過菠蘿包 所以這個是有一點 用菠蘿包再演變皮 不要太厚 因為如果太厚 Puffu始終是靠熱的空氣來膨脹 如果我壓得太死 可能泡芙就長得不漂亮了 所以是有一點薄的 硬平了之後 如果我真的很想促成蛋 就放在冰箱上三個字就可以了 剛剛做了脆皮 現在就做泡芙 那裡面有些甚麼呢 有水 奶 牛奶 有牛油 然後鹽就著涼 現在我做的就是把牛油溶去 和煮起這個步驟 然後就放過了網的麵粉 然後不斷用這個花 用來化它 膨脹的程度就會好一點 把剛剛放進去的麵粉 和東西混和之後 就可以轉用膠髮了 要一直煮一邊煮 為甚麼一直煮呢 第一會膨脹得好一點 第二就是避免會把麵粉黏在底 這個步驟真的不可以偷懶 對 不可以的 真的不可以 真心的 接著就趁熱或不雪 這個蛋液不要一次下 這裡可能分四次 頭三次都不停下都可以了 第四次可能要下 可能不用下 那就要快了 趁熱的時候還要好好調 為甚麼第四次可能要下 不用下 都是看空氣的濕度 看麵粉 可能要看質感 到時你需要不需要下 這個步驟也是不可以慢 一慢冷了就很硬 整塊東西 如果這些蛋 如果這裡可以就不需要下 那我看看這個甚麼情況 這個泡盆的狀態就可以了 這個狀態很重要 如果下太多蛋和太少蛋 都會焗得不上 好了 我們可以下一個擠袋 現在我就擠了 我比平時小一點 因為我想做一個寶寶的尺寸 那就一下過 還有它的滴東西不要賴上去 如果整盆把布鮮紙放在冰箱 可以放在兩個星期後 拿出來焗也還可以 剛剛這個皮就冷在冰箱 15分鐘左右 其實現在已經硬了 可以吸到頂上 做一份脆皮的感覺 那我就吸了 如果硬了就很容易吸 一吸都起 那就放在頂上 好可愛 那我們剛剛的焗流就預熱了190度 我就會把泡芙燒到190度 12分鐘 再把它調低到160度 再燒多10分鐘 這樣就可以出路了 不過 不要開來看 如果一梳起 泡芙就會長得不漂亮 我現在就會做個蛋漿 首先就拿個鍋子煮了一些 忌廉和牛奶 這個油先煮 首先有三隻蛋黃 有白砂糖 現在把糖和蛋攪拌均勻 那奶就熱了 輕輕攤一攤 再冷一點就撞下去 每次我撞完會煮熟的雞蛋 你可以用棍尼拉油 或者新鮮的棍尼拉汁 今天就選了棍尼拉糕 我覺得它沒有棍尼拉汁那麼貴 而且你還會看到棍尼拉的粒粒在裡面 那我就覺得會好一點 味道也會好一點 就把它面上用火槍彈一彈 但不要燒那麼久 你會燒熟的雞蛋 因為我覺得這個泡芙比較薄 所以如果我就這樣擠在泡芙上焗 有機會泡芙射出雞蛋 所以我就想了這個方法 先慢煮熟 差不多熟了才會把它放在泡芙上 很有創意 你很聰明 我沒想到想不到 怎麼會這樣濕 然後用泡芙焗出來 原來飯煮好了 我會把它78度浸一小時 焗完泡芙 我把它切到頂上 我會把我剛才弄好 我剛才弄好蛋液 是已經熟透了嗎 差不多熟透了 就等一等它 200度放在焗爐焗4分鐘 關火 放在焗爐裡10分鐘就拿出來了 好 我在焗爐焗的Cream Bully的時候 我現在就弄好麵 我麵就會先塗一層塑膠 甚麼是塑膠 塑膠即是一些粟米做的糖漿 塗得上是亮亮的比較漂亮 然後我會加一些糖 讓它吃起來有種渣胸的感覺 即是吃起來有幾種口感 我建設得Cream Bully的 這些都剛好做的了 金黃色 應該可以設定到剛好 可以加上頂上 好 這個白色燉蛋泡芙就完成了 Cream Bully